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赚明,今天给大家播讲和我们俱校《历史什么列传》,我们接着来讲宣田武和浙江的三清团 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三清团和国民党党部在浙江对于基层权力的争夺 那么这一集呢,我给大家接着讲 那么首先我们谈到的是三清团和地方政府在政治上的合作和斗争 这将的三清团成立之后,党政团三方就成为所谓的国民党官方势力在地方统治的基石 国民政府对于党政团在政治上曾经有过这样的规定 政府与党团立场,党团推动地方教育事业、社会事业以及地方自治各级基层的工作 政府务须加以信任与协助 政府用人行政,党团不应稍有干涉,只可贡献意见,切勿任意攻击 其相互联系,共同协作之精益,故意指示周强 三清团和政府的关系,用三清团自己的话来说 它的基本立场就是,本着协助并拥护政府的精神和决心 一面与政府工作紧密配合,一面对不良现象之政治现象尽量的检举 浙江三清团表面上也声称,支团部和分团可以参加协助当地政府机关的工作 但不能争取领导权,争地位 想以法令来规定行政上的地位,这是极端错误 但另一方面,三清团又和地方政府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因此合作和斗争,是浙江三清团在地方参与政权过程中,政团关系的终极表现 团政相互合作,是当时团政双方,为了对付党方势力共同需要 首先,三清团企图利用正方的力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参与政权 这辆三清团明确的提出,各级政府应协助三清团员调查社会的弊端 与地方政府合作,解除民间疾苦 三清团在成立初期,还试图借助了地方政府的力量 来建立自己的各级组织,扩上自己的势力 而且因为以往,党政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三清团的成立,不是给当地政府提供了一个对付党方的帮手 因此正方往往要借助于三清团的力量,来对抗党方 黄绕红对于三清团的领导人,宣铁武自然也是极力的拉拢 这也是为什么宣铁武会担任浙江全省防空副司令 金华警备司令等军事要职的原因 在编组省抗战自卫团的时候,黄绕红又拉着宣铁武兼任副司令 其他较后期的黄母分子,只要宣铁武提名 黄绕红莫不尽量给予适当的安排 包括县长一类的行政职务在内 只要是宣铁武开口提出的官员任免 在黄绕红那里往往是水到渠成 在地方上,三清团的组织王门也得到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但是尽管政团双方为了对付党方有合作 但他们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他们同样在地方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三清团在曾铁武的率领下,往往是以新兴势力自居 以革新行政的姿态,对地方政府指手画脚 他们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横加指责 宣铁武曾经公开的抨击浙江的地方政府 他说,地方政府甚至是乡镇公所 多巧立明目,自定章程,滥派捐税,擅自增加人民的负担 形同强盗,罪官勒索 因此三清团往往打着改进政府,增进效能的旗号 对地方政府的政策和行政进行干涉 这辆三清团提出,目前政府的能都被运用到了贪的方面去 于是只有贪能政治,而没有联能政治 他们几乎要督责政府,善尽其实行三美主义的职责 甚至要求发动铁卫队,肃清贪污,净化政界 他们把不干涉政府的用人行政的原则早已经抛之难后 企图用三清团的成员来充实地方的行政机关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三清团的成员纷纷的参与政事 充实地方政府的各级机构,对地方施加影响 美国的学者伊劳毅曾经说过 三清团曾经发生了一场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运动 到了1946年3月,根据报道 全部三清团员62%都在从事地方工作 在三清团改隶属于政府的过程中 浙江的三清团曾经试图抵制地方政府 对三清团的渗透与接管 那么对于浙江三清团的激励扩张 浙江省的政府自然也是逐渐不满 从省级到县级的地方政府都要求对三清团严压限制 极力整顿,对三清团的势力要加以打击 各地的县政府纷纷要求省政府严格控制三清团的扩张 因此地方政府和三清团的熬断冲突也是时有发生 那么三清团另外一个主要的打击对象 就是地方豪生势力 这也是国民政府中央政权向基层渗透的必然结果 中国传统的基层统治力量 有一个从士绅到豪生的转变过程 中国自从进入到近代社会以后 随着中国传统士绅阶层 向其他社会阶层的流动和转型 以及绅士阶层内部自身的分化 中国乡村基层政权就逐步完成了 由士绅向豪生的蜕变 这种豪生把持的乡村基层政权 导致了中国的基层行政每况愈下 中国乡村社会的矛盾十分尖锐 社会关系极绝恶化 社会骚动变乱叠起 他们排斥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削弱了中央在地方上的权力 割裂了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的联系 这不利于国民政府在基层有效的行使权利 这家三清团作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 它的政治资历和根基都比较薄弱 因此三清团在各县建立自己的组织之后 为了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 只有去侵蚀地方豪生势力 在基层原有的地盘 因此打击豪生势力 争夺基层政权的控制 这就成为了这辆三清团参与政权和扩大自己政治影响的突破口 可以说三清团参与基层政权的过程 也就是三清团与豪生势力争夺的过程 大道舆论为三清团打击和夺取豪生政权 做了理论准备 三清团为了取得在竞争中的优势 在自己的机关刊物报纸上 对地方豪生大死的攻击 为自己取得在舆论上的先机 三清团把豪生政权 当作是中国基层政治的象征 是中国基层政治进步的主要阻力 把清除豪生在地方政治的势力 看作是政治进步的表现 借此来扩张自己的势力 这是三清团舆论工作的核心和目的 三清团的一切宣传都是围绕着他展开的 三清团的宣传中说 若干年来的基层政治 无论是地方自治或是保甲制度 其所以未能推行尽力的主要原因 是社会上的一般豪强土裂的作祟 我们要树立健全的政治基础 达成心得的任务 转移社会风气 树立自治的楷模 非尽力肃清土裂 运用有志青年做我们的干部不可 三清团号召他的团圆 深入到乡村基层 与豪山势力争夺对基层的领导权 三清团采用种种的措施和手段 来直接打击豪山在地方上的势力 两者在基层政权的争斗也就越演越烈 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抗日战争时期 三清团和豪山势力在基层上的争夺 甚至造成了各地泄斗之风日盛的不良后 三清团借着豪山势力危害抗战时局为民 极力的打击豪山势力 这辆三清团的重要领导人物 宁维亚 在听说粮食管理办事处主任 和地方土豪猎身的恶势力有密切勾结 善良的农民感动不敢言的情况之后 他亲自赶到现场 当着众人的面 燕明收粮称重所使用的秤锤底部 的确是夹了铁框 那么将这种情形就通知了乐清等县政府 进行纠正和处理 后来县政府对于粮食办事处 集体贪污舞弊的人员 尽数撤职查办 三清团还利用竞选 排斥豪身在地方上势力 打击他们在群众中的威望 三清团借着竞选之机进入到参议会 以民意代表和人民的代言人 来扩大自己的影响 进而和豪身以及党派 进一步争夺在地方基层政治的控制权 不过三清团也意识到 豪身势力在中国的基层 有着深厚的基础 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将豪身势力从中国的基层彻底铲除 所以三清团也提出 要和开明进步的社会先达 进行合作 相互团结 促进地方自治 树立建国的基础 那么尽管三清团 对于基层政权的渗透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也帮助国民政府提高了在浙江的施政效果 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以及整体局势的动荡 这就使得三清团并没有足够的时间 来贯彻和完善 他想改变中国基层政治的这种想法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1943年7月 因为戴笠查处孔祥锡的 基谣助理林世良的走私案 这引发了孔祥锡对戴笠的不满 结果蒋介石就调宣铁武 接替了戴笠 任财政部集司署的署长 宣铁武和戴笠一直不合 因此宣铁武上任之后 对集司处进行了经典 排斥军统人员 撤销戴笠所派的各省集司处长 到了1945年1月 他更是提出了裁撤集司署 将其划归海关税务延误等相关部门 获得了行众院的批准 1945年8月 日本投降 抗日战争胜利 蒋介石就任命宣铁武 作为上海市的警察局局长 本来抗产胜利之后 接管上海并且出任市长是钱大军 钱大军曾经上成给蒋介石 他自己罗列出来的上海官员的名单 沃蒋介石当时直接点将 宣铁武担任关键的警察局局长 由此可以看出来 蒋介石对宣铁武的信任 以及对上海市警察局长这个位置的重视 那么抗产胜利之后 对上海的接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当时首先进入上海的中国部队 实际上是代理的中印救国军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接受过中美合作所的 美国军事教官以及警察教官们的训练 1945年9月5日 国民党成立了一个由何银钦领导的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 在每个战区司令下的省市又设立了各级三会 几乎各级的接收委员会一宣布成立 国民党地下的特工人员就会出来声称 他们是国民党授权来没收傀儡和汉奸们财产的接收大员 由于他们没收了大量的私有财产 所以也有人把他们所用的接收的接字改成了抢劫的杰字 当时几乎所有的接收的大城市都掀起了接收风波 使那里的经济结构完全的瘫痪 首先他们都会把国民政府和汪伟傀儡政权之间的货币的兑换率变成1比200 这相当于一夜间就使得这些城市的中产阶级终身的积蓄怀无有 其次呢这些接收大员会通过将一些私人财产定义为敌人的财产 或者说他的主人和日本人勾结 这样呢就把这些财产一概的接收 而在这其中干的最起劲的就是中统和军统 在上海大部分的接收都是在戴笠的授权下进行的 戴笠手下的干将们比如说邓宝光还有周浩亮 就肆意的大捞房子车子金条钞票女人等等 而上海的正规警察也同样被卷了进去 尤其在1948年3月 行政院在没收汉奸财产方面扩充了执法机构的权力之后更是如此 在国民政府的法律支持下 一个巡警可以在任何时候随意进入私人的店铺或者住宅 这是一个大可以进行敲诈勒索的机会 根据美国的情报报告 当时上海市对警察的贿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 高官们出卖警察部队里诸多的关键位置 甚至出现把控制各区警察所的要职拿出来招标的现象 警察所的视察员们对自己的职责一无所知 武装抢劫案件的数量迅速的上升 尤其是以护袭以待更是泛滥 与此同时 那些从战争爆发起就一直服役到抗认胜利的警察 反而是士气低落 在上海的警察部门里大多数的中下级人员都是中国人 在英国人执掌警察部队中重要部门的时期 上海市政理事会花了很大的力气 用现代警察的方式训练他们 这些会说英语的中国人大多数仍然忠于中央国民政府 其中不少人在整个抗战中还充当了重庆的情报人员 现在这些警官们一方面被当作汉奸或者叛徒 但同时又不允许他们辞职 所以这些警察们就懈怠起来 随之出现的就是上海的治安迅速的恶化 甚至连交通的状况也变得非常糟糕 有些人行道简直就无法通行 这些自然就引起了重庆的关注 1945年10月 国民政府承认在上海发生过很多非法的没收和逮捕 1946年5月 当吴国珍被任命为新市长之后 他准备改革警察制 吴国珍和在中国的美国商务领导人物 还有官员们有着特别好的关系 他出生于1903年的湖北 曾经就读于南开中学清华大学 以及美国的格林内尔学院 后来进了普林斯顿大学 曾经获得美国大学优秀生 全国性的荣誉组织杰出学术奖 并且当选为该组织的联谊会会员 1926年 他获得了普林斯顿的博士学位 在回国之后 他先后担任过汉口和重庆的市长 1942年到1945年 他在宋子文的支持下 曾经先后担任过国民党的外交部政务次长 宣传部部长 1946年他担任上海市长 直到1949年4月 去台湾当了台湾省主席 吴国珍想改革警察 他是要遵循1937年战前 关于用美国模式 对执法部门进行现代化改革努力的结果 1946年9月 吴市长请美国总领事馆 帮他物色一位执法专家作为顾问 虽然美国国务院 让联邦调查局提名人选 但是针对上海的努力并没有什么结果 后来呢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的犯罪学专家 风雨昆 他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设想 宣布了对中国警察进行全国性的改组 并且呼吁在全国成立美国式的犯罪调查系统 这个时候新上任的警察局局长宣天武 也进行表态 他宣布 我们大家都必须怀着向前看的思想 秉承革命的精神 为了这个民族而现身 如今战争已经结束了 一个新时代到了 现在是建国的时候 1946年12月10日 宣天武宣布 上海的警察部队将从6000人 扩充到15000人 这支新的警察力量 将用来防止反革命分子在上海市的隐藏 将派遣警察人员参加公共会议 以防止发生罢工暴动 他将对新闻报纸进行审查 并且禁止印刷反动的材料 更加甚至全城的29个警察所 将受到位于福州路的警察局的密切控制 这个新进被集中领导的警察部队 将被用来继续打击和抓捕 汪伟政权的汉奸傀儡 同时宣天武也明确强调 他不能容忍警察部队中 出现任何的腐败现象 但是关于上海警察部队中 出现腐败的原因 各方有着不同的理解 当时上海的媒体把腐败 归罪于重庆新上任的警官们 但是国民政府的内政部 认为腐败是汪宁卫 在市政警察队伍中的遗留分子的罪过 因此宣天武和他的副局长余淑平 就实行了一套被叫做甄别的政策 来铲除警察队伍中 之前汪伟政府的警察 这些在汪伟政权期间任职的警察们 被逐一的进行审查 通过审查的人被要求提供交铺保 也就是说要找两个店主担保 他们需要把自己商店的商号印章 盖在被担保警察的证件上 假如一个警察找不到 能够担保他的商铺和店主 给他盖章的话 那么他就会被解雇 当时起码有2000名警察 因此而遭到解雇 但这也给宣天武带来了麻烦 因为上海的警察部门 早已经被中共地下党所渗透 因此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鼓励下 这些被解雇的警察们 在京安区的郊州公园举行了集会 然后他们带着申诉书和横幅 向着设立在江西路汉口路交界处的市政厅游行 一路高喊我们要工作 他们要求见市长和宣天武 但是当他们的代表进入到市政厅 递交申诉书的时候 他们被抓了起来 市政厅外面的人群怒吼起来 报纸的记者也赶到了现场 附近的警察所还送来了面包和茶水 表示对游行者们的支持 由于害怕警察们会罢工 宣天武只好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几天之后 雇佣审查重新开始 但事实上 被甄别掉的人员中 只有一半人员重新受雇 那么宣天武一看 他没有办法彻底的除掉 汪伟政权遗留分子 所以他决定组织一队新警察干部 他们的职责 待遇以及任务都和旧警察不同 这种做法一方面也是出于 对于安全和稳定的考虑 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对他的警官们说过 他对中国共产党在当时 无惜与上海警察部队中的渗透 有所担心 因此他下令建立一个法查处 来查办此事 另外呢 蒋介石通过提拔原来杭州和重庆 警察学校毕业生作为督察员和政治警察 来充实警察骨干 以此来强化上海警察中的秘密特工分子 这些骨干就建立了一套专门从事政治军事训练的党化教育制度 并且从中培养出一批警员 以区别原来的旧警察 因此他们被称作新警察 与此同时 宣天武又引进了一个警管区的新制度 这套制度 让他得以把老闸区和黄埔区两个分局的旧警察隔离开 弱化他们之间的团结 后来所谓的旧警察们威胁要组织抗议活动 他们反对警管区的制度 认为实行这个制度就是在砸他们的范围 他们认为你要是改革 那每个人都得受到改革 因为那个时候正赶上全国学生组织反对内战的示威 各个警察分局的负责人 也害怕这些旧警察的抗议示威 会使形势变得更为的混乱 因此最终答应了所有的警察人员 都将获得变成新警员的机会 另外呢 在1946年4月到5月 一所新的警察学校在上海开学 但他主要是战争部和通讯部 用来培养交通警察的 而毕业生大多数都是之前代理的特工人员 和之前中意救国军的军官 此外呢 内政部还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 来取代被汪伟政权 直接置于市政府下的 被集中化了的警察部队 并且下令每一个省市 都成立一个警察训练所 在薛田武接任了上海警察局局长之后 他就率领着上海市的警察们 开始管理这座 当时东方最大的城市 1945年 上海警察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 就是命令每户人家登记户口 并在家门口挂门牌 汪伟政权和日本人所实施的城市保甲制 让国民党警察也觉得特别的有效 他们体会到使用户口本和身份证 来维持蒋介石所要求的 公共秩序的重要性 1946年4月 为了建立一套串联住户 和住宅群的公共治安系统 上海市划定了各特殊市区的界限 一年之内 全市四个主要的市中心区域 开始实施居民区管辖制 在这之后 警察开始经常的挨家挨户的搜查 政治嫌疑分子和刑事嫌疑犯 不过呢 对居民区的控制相对容易些 真正让上海的警察头疼的 是在上海商业中心 豢养了大批所谓的流民乞丐和职业爬手 像当时在法租界和英租界的交界处 就有一个所谓的公务台 它实际上成了女乞丐们的宿营地 老弱病残都聚集在那里 乞丐们一早在那里汇集 然后各本东西直到夜晚 他们上下电车跟踪人 根本无视警察驱赶分散的努力 有时一天能够捞到三千块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对警察来说 公开对付这些显而易见的靶子 会比较容易的显得他们是在维持公共秩序 学年武士下了大决心 要整顿上海的市容 因此1946年2月 政府颁布了管理剧院 乐池 舞厅 影院 戏院 溜冰场 游泳池等公共娱乐场所的法律 所有这些娱乐场都必须有执照 必须受到警察的管制 要防止酗酒 打群架 和其他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1947年 国民政府又查见了舞厅 当时20万坐台的巫女 威胁要去南京示威 1948年1月底 6000多名舞厅的女招待 他们游行到了上海社会事务局 要求政府取消对商业舞厅的禁令 当接待他们的官员左右搪塞 犹豫不决的时候 这些舞厅的女招待们 他们毁坏了家具 砸了玻璃窗 甚至撕毁了官方的文件 上海市政府勃然大怒 以解散舞厅协会作为报复 不过上海的公众人物 并不是一边倒的支持对舞厅的镇压 一些花边小报上 还登出了关于可怜舞女的系列故事 因此一些公众人物 开始支持舞厅协会 为继续开张进行斗争 1948年3月15日 上海公布局也要求中央政府 放松对上海舞厅的禁令 上海市政府在保证处置 攻击社会局的那些女招待的同时 也继续希望南京 可以给予舞厅女招待们 一个生存的机会 日向宣天舞 他想查进舞厅的初衷 是好的 但是你在实施的手段和方式上 必须要考虑现实的问题 因为一旦处置不好 就会引起广泛的社会问题 如何保证那些有可能失去饭碗的 可怜舞女们的生存问题 当时政府曾经答应 向失业的舞厅招待员颁发救助金 帮助他们找招待员的工作 或者给他们免费的火车票 让他们回老家 但是最终政府发现 这些慈善补助太昂贵了 因此社会局只好让步 那么对舞厅的禁令 也就从来没有被上海的警察 严格的执行过 而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宣天舞曾经想整理 上海市的计院行业 1945年10月16日 上海市政府曾经宣布了一个 整理上海市仓机计划 以及管理仓机执行方案 有人提出允许1000家计院 和1万名妓女 在上海持执照营业 并且在指定的区域 然而根据上海市警察的统计 当时上海有10万多名女子 在以卖校为生 全市每3名妓女中 就有一人患性病 在虹口一带的小胡同里 还有一万5千多名朝鲜和日本女人 为了不值一斤猪肉的价格 在出卖自己的服务 京安别墅区有近200座70小楼 里面住着犹太人 俄罗斯人 意大利人 还有中国的交际花 妓女和舞女 他们整日整夜的公开解课 如果禁止他们的活动 就会导致巨大的失业问题 也就会影响社会的安宁 结果呢 上海市警察 只能一而再再而三的 延长妓女的登记期限 并且因为上海环境的特殊性 而反复的要求延期 当1949年5月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的时候 上海全城仍然有4万名已经登记和没有登记的妓女 在从业 而上海另外一个堕落面 也是宣铁武想要消灭的把分 1945年12月 上海市警察局宣布 战后两年之内必须铲除所有的鸦片买卖 1946年1月12日 上海当局发布了在全市取缔贩卖毒品的努力 要求吸毒者们最迟在3月份放弃吸毒 自动前来自省 这点实际上更主要是针对吸毒者 而不是贩毒者的运动 在最开始得到了警察们的严厉执行 当时警察逮捕的嫌疑分子 简直堵塞了法庭的审护厅 因此很快 法官们就拒绝受理这些案子 要求毒瘾者首先被送到医院去解毒 而警察们也放弃了对禁毒法的严厉执行 他们只是偶尔逮捕一些贩毒者 或者吸毒太过愤怒 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宣天武对于整顿上海的势荣治安 有着不小的报复 但是警察的手段 他只是治标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他并不能治本 根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那些表面上的问题 根本无法控制 因此宣天武 他很快就要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那么这些挑战是什么呢 下一集我来继续给大家讲